老公 老公 这要是我们自己的房子 哪会出这么多事啊 这不就跟自己房子一样吗 我是说如果是我们自己买的房子 就不会出现什么漏水啊 什么打人啊这种事情了 老公 要不然我们买套房子吧 可以但我没说 不不不不 你说了 没事没事 你说你的 咱们可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 你看啊 我们现在还年轻 我们可以一起奋斗 买一套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这样呢 一来就不用住你父母家 二来 我们也不用为了租房子 看别人这脸色了 最关键的是 你是北京人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们这些外地人 这种颠沛流离的那种感受 我了解 尤其是女孩 对不对 我都知道 是的 她们都需要一种 有安全感的东西 比如说房子 有了房子 那就有了安全感了 对吧 老公 你会不会觉得我是爱慕虚荣啊 对 这跟爱慕虚荣有什么关系啊 你这也是为了咱们将来着想啊 对吧 但话说回来了 现在房子太贵了 你即使交个首付那也是 反正我觉得这东西跟卖大米不一样 反正也没那么急 对啊 我就觉得我们俩先达成协议 把这个目标确定好了 然后我们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你接着呢 好 来 抓牙齐 你们吃点 好 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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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不是 不是 我真不知道你这跟着 你是谁啊 先生 你找谁 你找哪位 我找你 我找你 找我干什么 找我说干什么 不过个事 不听 谁事都不听 不管 一定不管 至于吗 好了 本来想跟你说鱼丝的事啊 不听拉倒 回家 回家 谁 谁 谁 你干吗 不听 你干吗 你坐着 坐着 先生 人话 您就直说了 我跟你说啊 我可跟苏剑下了死命了 我说了 陆青那是我铁哥们儿 发响啊 鱼丝的事 你必须得给我搞定 如果我搞不定 不许回家 亲 亲兄弟吧 真的 我都给你雪冰送炭了 你是不是也应该让我 尽上去回家 什么意思 不是 你松开 你干吗呀 你干吗 怎么办呢 什么 你说什么 我说我可怎么办呢 这有什么呢呀 兄弟 女人 知道吗 这就是女人 这是女人惯有的通病 脾气大 秘密多 你想 这一到晚 孩子没都睡了 老公那呼噜呢 也起来了 这时候 女人们就该醒了 她们就开始琢磨自己 那点小秘密 有的开始琢磨 我这外遇千万别别浪了钱 有的琢磨呢 我龙这鼻子千万每天别碰坏了 还有的琢磨什么呢 琢磨我藏这私房钱 千万别被发现了 但是也不全这样 有的女人不琢磨自己 她琢磨身边的男人 琢磨男人有什么秘密 在瞒着自己 你 你明白吗 不明白 那行 那我接着说 我是觉得吧 苏静的想法 也不是不能理解 当时呢 我就跟我一师弟 这么说了 我说 你呀 赶紧谈个恋爱结合婚 早点成家 你听她怎么说 她说哥 我毕业到现在啊 一个月啊 还拿那么千八百块钱 还得租房子吃饭 每天早上起来 能把自己想象成 像个人一样的生活 就不错了 还想什么谈恋爱成家呀 这不扯吗 还有不是 还不想像他 没关系 好了 末尤才是 我听真的 为什么 现在 一个 是 你 不知道 没有 没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兄弟 咱们放眼罩去看看这些女人 她们在乎的 不是说你有多大 而在乎的是你的房子有多大 所以我觉得 你踏着苏静这样的女人 你就烧了高香 我烧 我一直烧高香呢 但是 我跟你说实话啊 我特别想给她买个房子 给她一个属于她自己的家 对不对 这我老婆呀 这买房子要不要钱呀 那不废话吗 我哪儿来的钱呀我 我总不能开口找我爸 我妈要吧 所以说呀 我现在啊 就是趴在玻璃上的一只苍蝇 怎么讲 前途一片光明出炉一趟 你可别这么说 人苍蝇还不愿意呢 你天天吃的什么 人苍蝇吃的什么呀 你想想啊 你觉得自己脚不合适 什么脚不合适 你觉得自己鞋不合适 那还有没腿子呢 所以我觉得啊 既然你挺了解苏静的想法的 那你就好好谈谈 是吧 她也不是不想理人 我反正跟你说完了吗 这么累呀 为什么 那不是让来让去 你不是又让回来了吗 我要直接找她谈 有用的话 我找你干吗呀 好 好 制造惊喜 什么 平淡的生活中 你给她制造一次惊喜 没戏 为什么 年轻女孩喜欢惊喜 结了婚的讨厌惊喜 你懂吗 你错了 表面上看 她们觉着她们不喜欢惊喜 但是其实她们内心就喜欢着呢 你结婚多久 一个多月吧 我想啊 四十五六天 四十五天 得 那你就办一个结婚四十六天纪念日 我说 四十六天纪念日 有这么一说法吗 四六不挺好的 四六 四六吗 还能讲五回呢 四六 挺好 你就听我的 你想想啊 苏静哪天回到家 发现我开了一辆敞篷车 你 我真的听说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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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每一人的 四十六天 对 跟 四十五天 看 初一过 来 爽 それ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齐活 这时候你再跟他说 你说老爸 一旦咱要是有了房之后 这种罗曼蒂克的桥段 只能被柴米油盐所代替的 你放心 女人们一定会选择前者 你车准备好没有 好好好 那个那个吃饭的地方呢 点餐了吗 好 火鸡是什么鸡啊 大鸡啊 好好好 对了 花 花呢 哥们 你真靠服 行了 刮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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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闪了啥呢 没有 还不赶紧上班去啊 你不上班啊 我 对啊 我上啊 你上班你还不赶紧换衣服 我这等着你呢 我上班 我 我 我来啊 马上马上啊 我上不上班 你快点啊 迟到了 我上班 高明 这些资料给你 尽快帮我整理出来 我说的尽快是指今晚 什么 还不赶紧弄 明天老总开会要等着看呢 尽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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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啊 美女 什么东西啊 今晚 我是你的专职司机 你在搞什么呀 不用了 你怎么在这儿工作啊 你怎么在这儿工作啊 怎么这么晚了 你还在这儿工作啊 你说呢 我是不是得把这些东西 都得完成啊 这些东西不是小王的事嘛 嗯 你给你做了 人家现在是领导 人家叫咱做 咱就得做 知道吗 你是我见过最认劳人员的 是吗 夜深人静的时候啊 我经常问我自己 当初决定来到地球 是对还是错的 你就别研究这 是对是错的问题了行吗 你要是再这么熬下去啊 我告诉你 就真回不了你心中了 我不像你 不愁吃不愁穿的 我还得挣钱养活 我地球上的媳妇呢 不是 你少了啊 我也是靠自己本事吃饭的 你别把我跟他 我啃老公共的一家 好 那我问你 现代大米多少钱一斤 一斤大米多少地 你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要当财政部长啊 你肯定会说 解决经济问题很简单 只要有钱就行了对吧 我要是财政部长啊 我就新给你拨款五百万 不行 你肯定不够用吧 我给你拨一千万 我干嘛 谢谢啊 都说呀 这女人是男人 前进道路上的一大仗啊 一旦要爱上一个女人 要想再做点什么事 那就难了 要便利地爱上一个女人 要不受她的任何阻碍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结婚了 我看你这婚也结了 你怎么还是 恢复不了自由身体 我告诉你 为什么 为什么 你看啊 法律规定 男人二十二岁才能结婚 但是十八岁就能参聚 这是为什么呢 行不懂吗 行不懂 自己想去吧 接他吧 喂 行了行了我知道了啊 别脆了马上倒啊 你走了啊 又出去封你是不是 你就封打封打啊 封打 他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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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生气哦 好 完了 老胖 老胖 你听我解释 老胖 老胖 好吧 先上车吧 怎么这么大碰 来 来 老胖 快快快快 那个那个那个 干上被子 干上被子啊 干上干上 你快点给我倒杯热水吧 对对对 对对 别吹话了 等死了 老胖 老胖 我今天像傻子一样在那儿 你知道吗 别说了 来来来 来 喝点热水啊 烫啊烫啊 你看我都跟你说烫啊 你还要死我了 对不起啊 对不起啊 你干嘛去了呀 谁怪我啊 小玩儿非得让我加班 我 加班人就把我忘了 加 加班人就忘了 怪我怪我怪我 老公 我知道你 想给我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惊喜 对吗 你也特别特别用心 结果呢 这个惊喜特别特别的糟糕 真的 是 我现在特别特别的冷 我知道 我知道 都流鼻涕了 别动了 也怪你 那我给你打电话 那手机怎么接不通呢 你还好意思说呢 你把我扔到那个荒洁野领的 哪有哪有什么信号啊 也是 来来来来 那彻底跑烫了 本来今儿还有火机呢 知道吗 我告诉你 老公我都看到洪水狼了 长得和你一模一样 拿 拿拿拿 我洗澡去 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了 你看他就是我吧 叫什么呀 新来的货是吧 没有 绝对没有 我跟你说一个事啊 这你都不知道 你知道有一年情人节 冯小春同学 把我带到哪儿了吗 烈士陵园 我俩就在旁边 那个木板凳上 真的坐了两个小时 我就想你不会 带我来看墓碑吧 后来那大哥终于肯说话了 深情地牵着我的手 跟我说 一丝 你长胡子了 真假的呀 真的 我特别无语 我第二天我就去脱毛了 所以我觉得 张又铭已经非常好了 可是 放得好好的认识 不过非得去那种荒郊野外 这种惊喜 我你可不可以啊 干嘛不去啊 公司打来的 他们给我派了个活 可是我还没想好怎么着呢 对 我把这东西给你 什么呀 你不是让我帮你看房子吗 你看有没有合适的 合适的话 这两天我就陪你去看 这么多呀 挺了心意要买房子 哎呀 其实我们也没钱 可是我想先看看 起码先了解了解行情 老公 我回来了 来 你干嘛呢 老公 你回来了 走 你有玩什么妖蛾子呀 没有 这花吧 我得重新送给你 作为昨天计划 彻底落败了一个补偿 好吧 你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啊 我知道啊 所以说 我得请你吃饭 说 想吃什么 咱出去随便点 吃什么呀 你不是在做呢吗 没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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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做饭你穿个 不玩的吗 别 我怎么带她呢 没做饭没做饭 行了 不管做得多难吃 我一定去吃饭 不不不不不不不 我要是你我就不信钱 真的 你这么一说我更得进去了 挤开 负责太大了 老公 你带我的厨房都是这样啊 好 我得花更小时间收拾呀 我得花更小时间了 我就是吧 每天看你在厨房里面 忙来忙去的 然后紧箭又做出一大桌 丰盛又好吃的饭菜来 我就觉得这事特幸福 你说两个人在一块 不就是要追求一些平淡 而又问心的那种快乐时光吗 我就想让你爸也感受一下 这个快乐时光 当然可能这几年也就失败了 你怎么这么不幸啊 大公 你怎么没把厨房给点了 我还不敢 你说如果两个特别久没见面的人 知道这样着温馨的饭 会不会觉得这个幸福 那当然 吃饭了 爷 厨房还和和特了啊 姐 你找我啊 一会儿下班了跟我一起去吃饭 我约了建总 我 对 就是你 我先带你去买衣服 剩下的事你什么都别管 跟着我一起做就好了 笑什么呀 走了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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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啊 待会儿见机器的事给我打配合啊 我听你的 来来来来来来来 行行行行 齐总 欢迎光临 两位美女啊 你们两位是 他们这来我们是姐妹俩呀 你们两个啊 长得都给香酒吃 都是性色可餐啊 好 齐总快请坐吧 两位 今天呀可是特意为您准备的饭菜 就是不知道可不可您的口味 可不可口味尝尝就知道了 是吧 那咱们可要多吃点啊 好 小芹 这芹总吃了菜啊 有你们二位美女陪着我吃饭啊 我比吃什么都香 是吗 那您尝尝 这饭到底合不合您的口味 尝尝 好 以前这个饭那我也吃了 有没有什么东西 也别吃了 是让我感到看 她就感到这个色略子 有一个人可以吃了 这种东西 要有什么东西 那边有什么东西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我会说 是把下午茶 小饭 是在我两个人 是不是有什么东西 人我妈妈您家 三百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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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十五 老婆 你怎么来了 今天是什么日子 您是不是给忘了 老公 今天是咱们结婚 二十周年纪念日呀 哎呀 我还是这个都忘了 对不起 老婆 感谢这两位姐妹 特意给我妈妈的这一切 其实这顿饭呀 是您太太特意去后厨 给您亲自做的 您平时实在太忙了 应该多抽出一些时间 陪陪您太太 她真的很爱你 是是是 还不得 我觉得有家的为难 谢谢老婆 谢谢你们姐妹俩 还是老婆好啊 姐 你真厉害 这么难搞定的客户 你都能搞定啊 还不是咱们无敌姐妹花 配合了默契 是啊 不过我什么忙 我也没帮上 谁说的 你没看到钱总 看到我们俩的眼睛 都放光了 姐 你怎么想出来 这么厉害的招啊 都说钱总色了 但她呀是有软肋的 她就喜欢吃她老婆做的饭 可这两年都会做的 都太忙了 那我就想 趁今天是她们结婚纪念日 不如让她吃她老婆 亲自做的饭 这也多幸福啊 对吧 其实这招呀 是你姐夫提醒我的 她说夫妻之间 再平凡的一顿饭 不是最大的幸福 哇塞 我姐夫还真有财 对啊 必须的呀 来来来来来来 走吧 苏剑 这事儿成了 你可得请咱们大家吃饭啊 对啊 请 请 请 行 吃什么都行啊 你们选 咱们一起吃火锅 大长西 都可以 那个 我觉得这件事情啊 我们还得谢谢苏勤 她也帮了不少忙呢 来 苏勤 来来来 来来来 苏勤 你给大家透露一下 苏勤到底给钱总 灌了什么迷魂药啊 这个可不能问啊 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 总之啊 就是咱们苏勤厉害 咱们今年年终奖 没准又得翻番了呢 对啊 我提议啊 咱们大家一起敬苏勤一杯 好不好 好 对 干了啊 这可是一大活儿 我们接下来 可要继续努力了啊 好嘞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来 去吃龙虾吧 吃大长西 大长西 大长西 好 再说之后再好吗 好吗 来 来 我说 我说你这是干吗呢 我整理一下子书房 把这新书重新归归类 不行不行 你可不能往这儿放啊 这都把船给弄脏了 怎么了 这 这人都已经走了 这空着也是空着 放一会儿玩什么的 那是临时搬出去 走了就不回来了 那周末过节的时候 可不是不回来住吗 回来住哪儿啊 人家前脚走 你后脚就把地儿占了 你可真行 你让孩子住客厅啊 你喝 又瞧把你急的 你有这个劲 你当初对孩子好一点 能至于走吗 我 我就是对他们太好了 所以他们才走的 拿走啊 那什么逻辑 尝尝啊 尝尝这个茶 可样 真难得啊 那爷儿俩还没有空 喝喝茶 聊聊天 还行 还行 您学生送的吧 谁知道都早晚了 但是好像是新茶 你们那房子怎么样啊 你们那房子怎么样啊 挺好的 别跟我妈说啊 头两天不是下雨嘛 露水了 不过现在修好了 那就好 话又说回来了 现在这房价 哪儿找这样有便宜 有好的房子 对啊 我也这么想的 反正租也租了 实在不行以后再说呗 对吧 我和你妈 是所以同意你们出去住啊 是想让你们充分地享受 你们的二人世界 那儿子过得更熟悉一点 当然了 如果在外边住得不开心的话 随时可以回来住 挺开心的 得行啊 你可坏瞎子 老爸理解你 我也打那时候过过 而不是说万一 这儿永远都是你跟苏静的家 我知道啊 您放心吧 我跟苏静 只要有机会 肯定会回来看您跟我妈的 别 那今儿怎么没跟你块回来 他加班啊 刚接了一个大单子 晚上跟同事庆祝呢 干吗呀 这虽然是好事 但是也别太拼命了 他身子不刚好一点 对了 你妈那天拿回来 去烤的那个新疆的那个大肚枣 我一会儿给你拿两袋啊 干吗一会儿 我现在就给你拿去 不不不 爸 就留着给我妈吃得了 你妈说了 给苏静吃 补补身子 傻小子 我这就给你拿去 老婆 回来了啊 老婆 我洗衣服呢 你先自个儿玩啊 你今儿跟同事吃得怎么样啊 你今儿跟同事吃得怎么样啊 还行吧 我没回去妈妈一生气吧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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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 什么 妈还给你带澡呢 喜欢没有 老婆 你的衣服攒得也太多了 看 新疆的 妈给我带澡 对呀 专门给你补的 都不让我吃 妈对我真好 咱们下周回去看看呗 好 老公 过来晾个衣服 快明啊 又不去吃饭 吃饭多俗啊 你们去吧 我们先走了 走吧 睡过了 孙明哥 你怎么不吃饭啊 你怎么不吃饭啊 减肥 你别减肥 减肥对胃特别不好 来来来 喝杯咖啡 特别好 我空着肚子 你让我喝咖啡 特养胃是吧 也是啊 让我喝喝 好 那明哥 我说你就怎么了 有什么不开心的事 说说啊 让我开心开心 小屁孩给我边去 什么小屁孩啊 去 那我猜猜啊 你 你昨晚喝多了吧 不是吧 那你就是 老根跑了吧你 滚 有事啊 那 那就是 行了 闭上您这嘴 再往下猜一句 我该家破人亡了吧 那我跟你说正经吧 到底怎么办 没什么事 就没房子的事 买房的事啊 算命的吧 说我三十岁之前能够 美女成群飞黄腾胆 但是我怎么觉得 他们算得不对啊 是他们算错了 还是我 我错了呀 那还不简单 既然啊 咱不能节流 那咱们就 开圆 说得紧 像我们做H2呢 除了每年涨这点工资以外 就得熬 知道吗 必须得熬到上级离职 我们接任 可问题是 这上级还没走 老婆估计就得先跟别人走 真的 这太好了 我说的不是这意思啊 我跟你说正经吧 我说的是跳槽 跳槽 对了 你从来没想过 没有 赫鸣哥 这段你就奥他了 你想想啊 就算你在一个公司 熬 有升职的机会 咱们信不说这升职的机会有多大 就算你 子儿一下升上去了 可是也没什么意思吧 顶多挂一个好听点的职位 长个以前都好像公司差不多了 那你以为呢 我们还能靠这个子儿 变成自战阶级 能啊 太能了 只要你跳槽 你跳跳跳 你看 球星是不是还转跪呢 所以说 球星在球门眼里那就是叛徒 咱们吧也不是球星 就是普通老百姓 我告诉你啊 我有一个朋友工作了两年 换了三份工作 第一次跳槽 涨了两千 第二次跳槽 你才涨多少 不知道 涨了两万 多少 两万 真的 你看 这两个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呀 再说 咱们呢 付出相应的劳动 就应该有相应的报酬 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啊 现在呀 大一点的东西呢 都想挑人 像您这样的人才 为什么不挑一个好一点的公司啊 上次 你这升职也没升上去 哪个什么小王 还给您试试试找你查 您说你待在这儿有什么意思 你难道想一辈子都窝在这儿啊 你赶紧去外边找个机会吧 遍地都是机会 赶紧跳槽吧 虽然遍地都是机会 问题是我一个也没踩着着嘛 不是 这机会呀不是自己捡的 是争取来的 你要是真想活动 怎么有我呢 妈 我帮你呀 抱在我身上了 保证你一个月工资翻倍 还得多闹 真的假的呀 真的假的呀 你考虑考虑吧 行 我想想吧 好啊 你干吗去啊 饿了 我也饿了 干妈 你还真说对了 这贺民哥呀 还真是遇上问题了 他 他跟苏静出什么问题了 这之外 也不是跟苏静有什么关系 但是也跟他有点关系 别跟干妈兜圈子了 赶紧直说 什么事 那天您不是打电话 让我监视他吗 对 我就替您监视他了 他确实有点魂不守舍的 我就直接问他了 结果他说呢 苏静想买房 买房 那贺民什么意见啊 贺民哥说买房还为时过早 不过他想换这儿工作 换工作 这么大的事情 他为什么不跟我说呢 不 干妈您别生气啊 其实呢 是我让我辞职的 简直是胡闹 你怎么也跟着瞎搅和呢 干妈您想想 他那份工作吧 也做了好多年了 辛苦不是说还赚不着什么钱 而且还老受上级领导的欺负 我觉得还不换个工作环境好一点 跳槽就能找到更好的工作吗 你们这些年轻人 做事就是冲动 他现在的工作多好啊 上下班准时 而且也都有保障 不行 我得给这孩子打个电话 干嘛 你挑你东西吧 贺民 你今天下班以后回家 我有事要问你 好好好 下班再说 干妈还买点什么吗 我完了 走回去 你说你了 让妈说你什么好呢 这么大的事情 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下呢 妈 这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再说了像我这样的 那跳三四次槽就很正常啊 人家还换三四个老婆呢 你怎么不跟着学啊 这不能学 我的密码都是她生日 到时候再改很麻烦 别跟我臭病 你跟妈说你实话 是不是因为苏静 她想买房了 嫌你挣钱挣得不够 逼着你换工作的 不是 不是 真的不是 那你干嘛 火气过了地换工作 而且还这么突然呢 妈 我跟你说 您别什么事 就往苏静山上扯了 不是 我也得有我自己的人生目标 和追求的 好了 好了 不用骗妈了 妈 当初同意你们两个搬出去 那个房东坐地临时涨价 我都替你们交的钱 主要是想让你们两个人 过上二人世界的幸福日子 这好日子过了没几天 突然想起买房了 在北京买房压力得多大 我知道 我知道 压力山大 我看你根本就不知道 你们着急买什么房啊 这房子早晚是你们的 你们根本就不需要买房 妈 你看啊 首先 苏静要求过更好一点的生活 这事没错了 我作为一个男人 作为她的丈夫 我要尽力地去满足我老婆的 这种要求 这事也没错吧 随一分 好 现在想当男人 有男人让老婆牵着鼻子走的吗 他当初往娘家汇钱的时候 有拿你当丈夫吗 跟你商量过吗 好 现在想买房了 认你这个丈夫了 那我问你 如果换了工作 钱还不够的话怎么办 你是不是去卖血 卖身家 这么说可没意思了 妈 妈不管说什么话 都是为你好 我知道 但是 您就尊重一下我自己的决定 好吗 如果真是你的决定 再说吧 就是要补给人 要补给人 他要补给权 放下 再上补给人 要补给人 有段日子了 感觉如何 挺好的 前几天你跟你姐 搞定了钱总 挺能干的哦 我也没什么功劳 连话都没说 我们当公关的 这口才当然是重要 但最重要的是 人与人之间的沟通 交流 来 我带你去个地方 去哪儿啊 姐 你怎么一下 进这么多活动啊 多做多得呗 你今天这衣服还挺好看的 新买的呀 余瑞带我买的 谁 余总 余总 有问题哦 能有什么问题呀 这个集团的业务范围呀 非常广 市值每年都在成倍增长 下面有一间所属的 猎头公司 现在正在缺人 你要是去了 肯定是个肥宅 看这些惠祖 气味吧 看这些惠祖 就是因为啊 严董那个女儿 嫌外面饭菜太难吃 所以专门开了这个 给她当食堂的 给她当食堂的 拿什么 拿什么 快走 快走 搅第一个肯定 给她当食堂的 都怎么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是以职位为本采用裂品手段 所以得要求自己主动地去找合适的人选 反正这两个行业相通之处挺多的 但是后者看重的是行动力和时人的眼光 这两者我认为自己都很突出 会呢 以后如果有这种年轻有味的人才 你可一定给严叔叔推荐 行 没问题 来 谢谢严叔叔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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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想到你个小丫头还挺能上台面的 那还用说 我可是头好人 对了 严总给我开条件可不错 你爸在中间没为难的 这有什么为难的呀 我只不过在中间切了个线而已 你要没有能力的话 人家这样不会用你的 对对对 你看啊 你现在做H2拿得有薪资吧 但是你做猎头那就不一样了 除了基本工作之外 你还有丰厚的提成 只要这样下去 飞黄腾达可这样没有问题吧 那那个时候你可别忘了我啊 不可以忘了 不可以忘了 这回你是对你帮你个大忙 你考虑清楚了 你考虑清楚了 是的 不 你没有考虑清楚 不 我考虑清楚 你没有考虑清楚 我考虑清楚 不是 你 你贫不贫啊 我告诉你 我早就受够了 何明啊 你不要激动啊 我知道上一次的升职 我一直让你意见很大 不过啊 年轻人啊 不要只顾眼前的利益 公司还是很看重你的吧 我一直勤勤恳恳兢兢业业 我是一个只顾眼前利益的人 我告诉你 我很丑 但是我也不打算温柔 我 霍铭哥 你费什么话呀 赶快走吧 走 周辉呢 你想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我告诉你 你今天带她走 你也别回来 你要是不说吧 我待会给忘了 姐姐呢 我也不陪你玩了 你慢慢玩吧 再见 走着 走 对了 是再也不见 是再也不见 对了 我手头上还有一些收尾的工作 没走完 您就把它交给小王吧 张乐铭 你什么意思 是 西洋 走了 走了 走 真看奶奶的爽 你赶紧看见没有 她那脸都快绿了 必须的 我跟你说 必须得让她们 跟所有的植物融为一体 知道吗 你不觉得外面空气 比公司的强多了吗 是啊 这辞职怎么这么爽啊 我辞职了 你跟着起什么功啊 我不是就因为你 才来这破红丝的吗 你现在都走了 我留在这儿还有什么意思 可 可问题是 我这已经找到下家了呀 怎么了 你现在开始慢慢地关心我了 不是 我 我关心你这不是应该的吗 咱们是一个站好的呀 是啊 反正不管怎么做吧 谢谢 怎么老跟我这么客气啊 你呀赶紧好好准备 去新公司上班啊 到时候啊赚个大钱 请我吃饭 还用赚什么大钱啊 想吃饭随时 地儿你随便 走 好啊 那我可就挑那最贵了啊 你可不可以还花钱啊 老婆 好啊 你怎么来了 我来接 你怎么今天这么早下班啊 对啊 因为我辞职 而且我现在的工作 比以前的工作工资要高得多 还有提成 不是 你这么大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啊 我是觉得 得把这一切全搞定之后 才能告诉你啊 得给你个惊喜啊 对不对 老婆你听我说啊 我是这么想的 以前呢 我总以为我守着 这么一个饭碗吧 就不会饿着了 但是现在看来 不是这样的 必须要努力 如果我不进步 那就意味着退步 而且 我挣了钱 是要给你买一个大房子 不好意思 那天不小心看到你包里的 那些楼盘资料了 老婆你听我说 其实 你也不是说 想要求一个 有多好多好的房子 对不对 你只是想要一个 很稳定的家 那作为一个老公 给自己老婆买一个 她喜欢的房子 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吗 所以以后的任务 你就是什么都不要想 所有的事情 交在我身上 走了 回家 走 老婆呀 你说你天天穿成这样 我真是蛮为你的同事捉急呀 不好看 不好看我摘了 不不不不不 怪倒是不怪 我就是 怕你们同事比起也不够用啊 讨厌 我以为你说什么呢 今天下班了以后 咱回到家吃个饭吧 等会儿 回谁家 当然是回你父母家了 我上周就没回去 你妈还给我拿大红枣 这周再不回去 那也太说不过去了 有什么说不过去的 这 婆婆孝敬儿媳妇点大红枣 这不是应该的吗 再说了咱俩的二人世界 没过够呢 咱晚上可以看个电影 吃个小龙虾什么的 什么呀 你平时在你们家的时候 你妈就那么疼你 现在住得这么远再不回去 你们家人肯定以为 我不让你回去呢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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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咱俩就买点菜 给你们家一个惊喜吧 不不不 不要 我告诉你啊 老人都上岁数了 最怕的就是惊喜 知道吗 再说了 老人他也有二人世界啊 万一我爸我妈 罗曼提克一下 烛光晚餐 被咱给破坏了 你说这多不懂礼貌啊 这样吧 这样 我呢跟我妈那个经纪人 张正因同志 我们联系一下 对吧 把这个档期确定下来以后 咱踏踏实实 稳稳当当当去 多好 不对呀 这平时一说回家 你高兴跳帮子 今天推三组四的 是不是有什么事 没事 真没事 真没事 你真没事 真没事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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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完了 妈 你 你这 你这让我怎么出门啊 人家还以为我是那 那什么呢 什么什么 说不说 不是我还心里 说说说说 真讨厌你 好好好好 快点 真没什么大事 就是说 那个你看咱们 不是要买房子吗 对不对 然后呢 我这边不是又跳槽了吗 我妈知道了 我妈知道了 那你妈会不会以为 你跳槽是因为我 让你买房子啊 是 张鹤明 想死你 妈呀 你说你们俩来就来了 还带这么多菜干什么 喂 爸 这是因为苏静心疼婆婆 叫提人打招呼 好 按贵宾集待遇招待了 多麻烦呀 对不对 对了 爸 您来一块牛肉 这是苏静买的进口牛肉 低档纯低质 入口即化 真的 好 好 好 怎么样 果然 精神分明入口即化 什么牛肉 它不是进口的呀 吴师傅登三宝店 你看你吃下牛肉之后 背后还有什么故事 爸 您甭听我妈的 您吃您的什么事都没有啊 您吃您的 嗯 其实还是有点事 您吃您的 我说我的啊 这 这没事 没事啊 就是这换工作的事 这事已经定下来了 换工作 这事我怎么不知道 我 我妈知道 还有 就是买房子这事呢 我跟苏静已经开始准备了 但是还得需要一段的时间 你们俩还要买房子 这事我怎么也不知道 不管是买房子还是换工作 他们俩都是一时冲动的 所以我没跟你说 首先我得声明一下啊 换工作这事 真是我自己决定的 连苏静都不知道 还有 这一切绝不是冲动 是我深思熟虑的结果 深思熟虑 你能告诉我 从你有这个想法到实施 用了多少时间吗 这个买房子的事啊 是我决定的 我们现在还年轻 应该有一套自己的房子 也不能老在你们这儿住着呀 所以 我们要用自己的奋斗 来买这个房子 绝对不给你们添麻烦 我们不怕你们添麻烦 就怕你们吃没必要的苦 妈 爸 我觉得 有需求才有动力吧 这事对不对 还有 妈 我记得小时候 您让我写过一篇作文 叫《我的理想》 这个理想 我小时候理想就是想当解放军 当科学家想拯救世界 可现在呢 解放军当不了 科学家当成拯救世界 也轮不上我 而我现在 只想做一个好儿子 当一个好丈夫 将来像你们一样 当一个好家长 您可别小瞧这个 这比拯救世界要难多了 所以我绝不是喊空口号 绝不能半途而废 而且 我希望你们支持我 好儿子 这话讲得好 不仅有魄力 而且脚大实地 好好好 我们应该支持他们 工作既然已经换了 你还指望我说什么呢 就是以后再遇到 类似重大事件上 一定要提前 争得父母的同意 吃饭吗 少喝点 是吗 怎么样 我就说吧 我妈是一个 通情达理 深明达义的 巾帼大应语 我的眼神还是蛮存的 要我说还得感谢 你的三寸不来止舌 我这可不是胡走的 我这是有感而发 一个成功的男人啊 就得挣到 比女人花的钱更多的钱 但是成功的女人呢 就得找到这样的男人 老公 从先开始 我也要努力工作 努力奋斗 我不能让我们的理想 孤军奋战呀 有你这句话 我对我的新生活和新工作 充满了干劲啊 爱你啊 爱你啊 抓 老公 老公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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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的梦想 就能让你去好 就能让你去好 老公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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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都不得了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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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 苏琴 行 郭老公 先走了 人事总监找你 快去吧 你好 苏清 您找我呀 是这样的 你来公司也有两个多月了吧 我们想问问你最近的工作状况怎么样 我觉得状态挺好的 虽然来公司不久 但是学到很多东西 最近还为公司接了我第一个活动 你的合同上表明是永息师半年 在这期间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解除合同 不过 如果表现优异的话 还可以提前转账 这是你的转账通知 工资从下个月起 税前五千 五险一进 不变 太好了 谢谢总监 继续努力了 应该请姐姐姐姐夫余思姐 还有余润 不 应该请全家都好好吃一顿 姐 来来来 我跟你说个事儿 什么 我转正了 真的假的呀 怎么这么快呀 你比我当时快多了 这不还是由你照顾 不是 还是你聪明 晚上到我们家去 我给你做点好吃的 好好庆祝庆祝 晚上那个 有事儿啊 我晚上约了个朋友 对吧 行吧 那就改天吧 好 谢谢 好 谢谢 姐姐 苏星 来来来 坐坐坐 恭喜啊 终于成为我们公司的员工了 谢谢余总 我可没帮上什么 是面试团队 一致觉得你最适合了 你记得 你是通过一个公开公平的面试竞争上高 所以不要有任何的负担 知道吗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很看好你哦 余总 我之前的事儿 一定要跟我借保密啊 放心吧 以后在公司 你跟我 就是上下级之份而已 放心在那边工作 知道吗 嗯 我一定会努力的 加油 好 谢谢您秘密 这边坐 总经要见你 这边 请进 欢迎加入我们 有什么要求尽管跟我提 可以 但是没什么要求 那晚上有时间吗 有 太好了 那晚上我去找你 你来找啊 这 那好 程总 晚上见 张赫明 对 公司的环境我想艾琳已经向你介绍了 所以我也没有必要再重复了 是是是 但是我还有些要求 需要向你明确一下 严总向我推荐你的职位呢 是业务部的主管 但是介于你做的都是H2的工作 所以希望你能够做一些 猎头顾问的工作 简单地说就是业务员 熟悉一下流程 你看怎么样 好 没有问题 那就好 我们唯一的要求呢就是效率 其余工作时间呢 你都可以自行安排 效率高 那你休息时间就会多一些 效率低 不好意思 你只有下班了 我知道 那就好 这是 这是你的第一个项目 委托人艾尔投资 需要一个项目经理 这是我目前我们筛选的 最合适的人选 杜玉明 十大期货经典之一 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 好的 那好 马上开始吧 好 我说了 马上开始 马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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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杜玉明顾问公司 你好 你好 我是艾尔投资美厕的电动部位 我叫张可明 我想和杜先生接洽一下 请问你有预约吗 没有 请稍等 好的 不好意思 杜先生现在没有时间 那 稍后呢 对不起 杜先生最近都没有时间 那这样 你看他什么时候方便 让他来我们公司一趟 不好意思 杜先生不会因为这点小事 亲自过去的 那个 对不起啊 我 我说错了 我是说 那个 他什么时候有时间 我去亲自拜访他一下 您真是猎头顾问吗 我 我是啊 周三下午一点你过来吧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